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灵山吃方便面的时候 猪八戒带着副手天佑赶了过来 说玉帝吩咐了 请吃了午饭再走 如来就不敢动 玉帝带了三清等天上所有神仙过来 摆了一桌午饭 却请如来命名 如来就命名为安天大会 意思是安稳千庭的意思 这句话非常拖大 但众神和玉帝都没说什么 但是 在这次宴会上 却有一道菜非常奇葩 龙肝奉随 可能有人说 这只是形容词 但在那个年代 并没有这个形容词 这是后来才用来形容食物珍贵 为何请吃龙肝呢 要知道 四海龙王在西游世界里的地位非常低 经常为各神仙欺负 孙悟空到东海龙宫去要金箍吧 还要披挂 龙海龙王都不敢说不 这是为何呢 因为此龙并非中华龙 而是来自伯教中的四教蛇 在佛教中 大蛇就是龙 到了中国 蛇王就变成了龙王 别看龙王镇守四海 却一直被天庭轻视 比如金河龙王 说砍他就砍他 并且还安排一名凡人来行刑 而凤呢 则是灵山佛母的母亲 如来亲自告诉孙悟空 凤凰生有梁子 一个是孔雀 一个是大鹏 孔雀最有 曾经在他修炼时 一口气把吸紧肚中 幸亏他炼成了张六金身 后来从他背上破背而出 他要杀他 众佛劝他 杀他如伤母 于是如来就拜他未成为佛母 真实情况确实 凤凰是妖族领袖 以妖二代孔雀为代表的妖族 虽然后来莫多了 但是理不可小视 独来不杀孔雀 而阮金本灵山的目的 就是用他来控制妖族 因此 回头看玉帝给如来吃这两道菜 其寓意十分深刻 只是很多人没体会出来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